武警河南省总队为何实力强悍 拥有怎样的光荣传统 出色地完成过哪些艰巨任务 该总队坚持从南从沿开展实战化训练 除了基础的战术训练外 还在大练兵中展开攀登技术 救护组合 爆炸物排除 以及穿越染毒地带等多个项目的训练 在培养全面实战技能的同时 以激发斗志和血净胆气 例如在卫士13士兵演习中 该总队8000余名官兵携带6000多件装备 机动5200余公里 圆满完成各项演训任务 旗下辖的特战力量 雄士突击队更是筛选集合了全总队的精英 在超级线的一周野外综合演练中 要完成超过30个高难度项目 和200公里以上的强行军 每天休息不能超过4小时 吃饭只有20分钟 武警河南省总队军事作风为何如此过硬 这和其前身的光荣革命传统密切相关 该总队前身可追溯到革命战争时期的陕北红军游击队 后来与相应的河南地方武装合并 在建国后组建最初的人民公安部队 其先后参与过保卫延安和建国前后 缴匪反罢、镇压暴乱等作战行动 建国后还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 武警河南省总队正式成立后完成过哪些监局任务 在反恐维稳方面 曾成功处置了多起严重暴力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如郑州129特大银行抢劫案抓捕行动 南洋邓州524特大劫持人质事件 以及三门峡林保811看守所暴雨事件等 参与的各项急难险重的抢险救灾和救援任务 更是不胜美剧 因而已敢于担当能打胜仗的作风 被誉为中原雄狮